洋装组超低价1080 锁定萌萌123台 天天给你清洗价 来的人朋友你用对油吗 妈妈你看你擦菜 觉得永远都是加这么多油 而且真的你吃油就开始 从源头就开始吃的油腻腻 难怪你老公也不自主 也没有也没有 你对我发现吃完嘴巴很油 根本一盘的菜连七盖都是油 所以现在的小胖子都很多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早餐油中餐油 晚上又很油 所以我跟妳讲胖没有关系 重点是什么 除了身材不好看 健康也就是根根就消失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 真的是妈妈朋友的最爱 杨氏医学专业的减重中心 是全台最大的减重专门的机构 它已经让全台湾31万的人 全部减重成功 怎么那么厉害 你在那里可能比较 比较胖的感觉都更一样 可以减重到家面77吨 观众没有 你想瘦吗 你想要减重吗 你想要更健康吗 今天给大家跟着我们做 跟着杨明泉先生这样子做 你就对了 今天给大家像你从吃开始 就已经没有肥胖的英子了 怎么会胖 今天给大家真的是精神的 平静主油 椰子油 可以跟肥油说拜拜 跟窑窕说hello的那种油 铃胆固存低热量 重点为什么会受代谢很快 那我要请你观众朋友 你要原子油要买 一定要到有机商店买 一瓶500块钱 直接小组的6管只要1260 那当然是那个大组的比较划算 只要1980 那当然回到现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的购物专家 所以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有机商店才有卖的油 是什么油呢 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 而且是窈窕的油 先欢迎来自我们 洋室医学BMI中心的 我们的胡经理 胡经理你好 大家好 今天要给他们带健康 是 而且听说会越来越窈窕 没错 所以在有机店有卖的 真的 见到我们某某某台又卖了 今天给大家除了介绍我们的胡经理之外 要介绍给妈妈一个 晚上一段才看得到她的 大家都认识她 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总监 姚总监你好 主任好 各位贵宾大家好 先跟大家报告 这真的非常难得 电视购物史上的第一次 也是我真的千求万拜托 希望我同学一定要把她带到某某来 我们知道赵总监都是在卖表 其实大家不知道 她也是医生的资格 然后讲话不就算了 我要先告诉大家 她是杨明泉先生的同学 从高中到大学 还就算了 原来我们 你不要看我们这个赵总监在卖表的时候很帅 很伤心这样 现在还是蛮帅 还是很帅 只是早上早上 之前是胖子 真的很抱歉 之前多公斤 其实在电视上 如果观众朋友有注意到我大概两三年前 我大概是胖到85公斤 那你哥哥吧 这真的 我都会说那是我哥哥 因为现在我来某某了 你看到别人台的那个都是我弟弟 都别人了 总结先跟大家报告为什么我瘦下来 其实我们做医生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喜欢吃药 我们不信任别人开药 所以用最自然的方法瘦下来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你就吃了什么瘦下来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胖那么胖 就是因为我老婆怀孕 那我儿子要满周岁的时候 人家怀孕干什么事啊 其实左英尼也怀过孕的啊 那老婆怀孕就是她要想吃东西 而且时间不正常 想吃就一定要吃到 想买我一定要去帮她买到 结果她都没吃 这个都我总监帮她吃 而且我本来工作就晚嘛 回到家的时间也晚 所以她吃我吃 她吃她不吃还是我吃 所以总监最高的时候到了85公斤 85公斤 但是真的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就回到75的正常的一个比重 10公斤 而且我完全没有吃药 完全没有吃药 我先跟大家大概惹一下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妈妈都说 买好一点的排油烟机 你不如吃好的油 所以因为你知道吗 虽然吃好的油 妈妈你真的要吃什么油 其实就要吃对油 人家医生都吃什么油 人家医生都在吃自我 可以恢复自我疗愈的油啦 可以有这种吃不胖的油啦 就是说这种中间脂肪的健康油 那讲到中间脂肪 人家就说用什么油咧 就是有这种医疗用途的椰子油 是 总监 那为什么吃椰子油可以变身材好 其实很简单 那不要都是油啊 为什么我发现椰子油的时候 其实是最早是我帮我儿子 因为他开始要吃副食品 我是不是就应该 应该要帮他挑选一下 要怎么样帮他做 对 其实我在 真的这是我儿子自己的奶粉 现在还在吃 一岁的 你看这是一岁 买一岁的时候 开始要吃的奶粉 对 你可以发现说 在这里面你找脂肪的部分 你会发现找到一个饱和脂肪 而且它每功课里面 含量是有2.3 每一大卡有2.3 对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 什么叫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只有两种 一种是动物性的 一种植物性的 很单纯嘛 对 动物性的 这是你听过的猪油 哎呦猪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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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个先看一下 对对对 先要了解 然后你再说 为什么电视购物室第一次 对对 如果是动物性的就是猪油 但是它有什么问题呢 它就是常炼的饱和脂肪 哎 常炼的不好 那如果是 对 如果是椰子油的话 它也是饱和 但是它是中炼的 哦 少炼的就对了 哦 少炼的就对了 那中炼的好处是什么呢 那中炼的有什么好处呢 很简单 吃到身体里面 直接燃烧 哦 不用切 常炼的 要经过肝来切切切 哦 切完了以后变中炼 是 它才能够燃烧代谢 所以像这种 所谓的常炼的容易引起 什么心血管疾病啊 对 动物性的就是 容易是这样子 对 那有人都会说 那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椰子油的好处是什么 观众朋友 是 它可以直接代谢 所以不会在身体里面做储存 没错 所以呢 不但不会让你变胖之外 它可以增强免疫力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含 它的成分很特别 这个成分非常特别 大家会说吃饱和脂肪 是不是会担心 有胆固醇 跟您报告SGS的认证 它是零胆固醇 是 跟您报告它富含的月桂酸 是只有妈妈的母乳里面才有 这个我待会跟您报告 非常的重要哦 所以这个月桂酸 是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婴儿吃的不会胖 是 所以这个成分 那你如果要不是椰子油 你就要去喝母乳 对 可是我们现在就没在喝了嘛 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 真的都得不到妈妈的保护 因为妈妈也是接父女 她没有办法喂母乳 所以你一直从小开始 就少了月桂酸的吸收 好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对不对 好 这个 那我们就要给大家看哦 所以吃我们的椰子油 真的可以变瘦 哦 我只跟大家报告一点 我那时候求杨医师 千求万拜托 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杨师 最好的秘密武器 放在医院里面 都不愿意给人家用 都放在有机食品片 你才买得到 拿到电视购物来分享给大家 这也是电视购物史上 真的11年的电视购物史 对 这是第一档椰子油 所以油啊 跟油烟跟水烟 为什么 对 因为妈妈的母奶里面 富含的脂肪 只有一种 对 饱和的脂肪 哦 中链的脂肪 它就是月桂酸 是 而一瓶 阳式的椰子油 里面有47% 47% 全部都是中链的饱和脂肪 各位朋友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的赵总监 他很红 他其实是医师的背景 包括美国临床的营养学杂志里面 直接看什么是月桂酸 月桂酸 它就是一个人乳跟牛奶里面 才有的这个中链脂肪酸 是 就是不会被你身体增加负担 其实为什么小朋友要吃月桂酸 因为月桂酸它直接燃烧 直接燃烧的话 那小朋友小的时候 他的整个肠味道是不健全的 他吃下去月桂酸 它直接燃烧掉 产生热能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如果喝母奶的小朋友 对 第一个他不怕冷 不怕冷 因为他有吸收月桂酸 它直接就燃烧 所以身体是暖弯的 那第二个你一定要千万注意 如果你是喝配方奶 它容易虚胖 但是喝母奶 没有虚胖的味道 来到底喝椰子 有没有有效可以让身材变好 我告诉大家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这些都是我特别去找的 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网站 我特别把网址都秀给你